中国马三家劳教所的黑暗迫害人权真相 最近透过纪录片的公开上映大量曝光 其实类似的纪录影像不只有马三家劳教所 接下来的镜头来到香港 一部揭露中共大要进后期劳教黑幕的纪录片 大饱小劳教日前在香港首映 这部影片讲述了至少2600名当时十多岁的孩子 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被迫进行高强度劳动 最后因为饥荒 疾病和虐待致死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谢一慧也亲自到了香港 讲述拍摄过程的感受 请看我们的香港记者林秀怡的采访报道 长达104分钟的骗子 揭露50年代末 中共大跃进时骗人的谎言 许多无辜的儿童被打成小右派 送进老教所过着非人的生活 导演谢一慧 坦言小劳教是他闻所未闻 在大宝座区饿死了2680多个小孩 就是饿死了这么多孩子 我当时就是说 因为我那个时候 我同时还在采访那个大饥荒嘛 然后我就在想那个 怎么会有孩子被饿死的情况 而且是这么多人呢 他并透露自己拍摄该片的一个愿望 香港以后看当年的那些 就是家庭不清楚自己孩子 究竟到哪去了的 有没有可能来有一些联系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还有SunInnen 剧场